续关说尽遭调差 汉警占大门 高雄市保安大队特勤中队警员邱吉田 因故得罪前任市议员吴明寺 结果上周从精锐的特勤中队被调去大门占卫兵 事件发生在18号凌晨 汉警邱吉田查获一名男子持有毒品 毒贩提到吴明寺暗示放他一马 汉警不予理会 毒贩事后抱怨 吴明寺认为面子扫地 找现任议员请警方说明 并怒骂汉警三字经 汉警不爽对方讲话方式 怒而拍桌也回呛三字经 双方不欢而散 事后吴明寺要求将汉警调职 汉警不满被临时改掉 传简讯给队长抗议 市警局认为他的情绪控管有问题 加上简讯内容不妥 将他从特勤改掉为警卫中队 吴明寺昨天解释 他是受托才打电话给汉警 强调若有人问起 说他有致电关心即可 没想到毒贩说 警方呛他找落选的 他深受侮辱 才请市议员严小金 找警方当面问清楚 他只不过问当警察多久 对方就失控大声 双方因此互标三字经 他不满地说 落选已经很闹气 还被警察消费 也强调不知道对方会被调职 高市警局保安大队长 严明中表示 警员以三字经骂人 是情绪控管问题 调职是让汉警有时间冷静 绝非顺应对方要求 宝大警官指出 特勤是警察中的警察 不过近年外勤任务繁重 首大门的警卫中队 反而是良缺 高雄立民警官则说 议员动辄官说 威胁山预算 把相关人员叫来罚站 更屡见不鲜 汉警昨天则表示 事情已告一段落 不愿受访 动新闻高雄报道